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海城 顾静泽便迫不及待赶往酒店 今天是女友徐一飞的生日 也是他们交往十周年纪念日 为了赶回来给女友一个求婚惊喜 顾静泽硬生生地将原本十天的行程压缩到了五天 以至于他在国外陪顾客喝酒喝到未出现 刚从医院出来就订了最快的一架航班匆匆回国 当顾静泽赶到酒店的时候 酒会还没有散场 他转了一圈却没有找到徐一飞 难道他已经回去了 顾助理不是说出差十天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这是在找徐总 有人上来询问顾静泽 问顾静泽点头 顾助理徐总刚刚出去买药了 买药他生病了怎么不叫别人去买 顾静泽整个人都紧张起来之前徐一飞生病 都是他给他买药 今天徐一飞生病却要亲自去买药 一定是病得不轻 他觉得自己应该再早点回来 心底浮起一丝内疚 不徐总没生病你还是自己进去看看吧 对方有些难以启齿 顾静泽听完茫然地朝着后面走去 听那人的意思徐一飞貌似不是自己生病 而是去给别人买药 顾静泽的心底一时间五味杂陈 打开休息室的门 进入眼帘的是一个头发清爽 容貌却稍微有些稚气的年轻男生 他下意识地疑乐 你好你就是前辈们口中说的顾助理吧 我是总裁办的实习生李木白 今日是徐总邀请了我来参加他的生日宴的 顾静泽扫了一眼 休息室并没有见到徐一飞 转身问到徐总呢 徐总不在这我有点不舒服 好像感冒了 徐总就给我去买药了 我原本觉得只需要找个服务生去买 但徐总不同意坚持要自己去 刚刚你进来的时候没有遇到徐总吗 顾静泽听完李木白的话 整个人僵在了当场 徐一飞一个堂堂集团的大总裁 竟然会给实习生买药 他跟徐一飞身边十年 徐一飞从来都没有给他买过药 生病了都是自己扛 有次他陪客户喝到胃出血 徐一飞还嫌弃他身上酒味不好闻 晚上不让他进房间 他睡在了冷冰冰的客房 最后加重了病情 甚至还进了ICU住了两天才出来 休息室的门再次打开 徐一飞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 见到顾静泽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他 反而快步走到了李木白身侧 不是让你躺着你坐起来干嘛 徐一飞声音温柔 不像是责备倒像是撒娇 顾静泽亲眼看着徐一飞拿着杯子喝了一口 在杯盐上落下一个红色的口红印 似乎是嫌弃水太烫 他拿起另一个杯子来回折腾 等水温差不多的时候 才将那只印了口红印的杯子递给了李木白 细心地将药塞进了李木白的嘴唇中 顾静泽看着李木白就着徐一飞的口红印 小口小口喝水 肺都快要气炸了 女友是个有洁癖的而且很严重 绝对是不会允许别人动他的杯子 哪怕是他们在一起相处十年 他某天不小心拿错了杯子等发现的时候 徐一飞已经将杯子丢进了垃圾桶 顾静泽不由地冷笑了一声 原来徐一飞的洁癖是针对人的 徐总我有点困了能不能先送我回去 李木白享受着徐一飞的伺候 伸手拽了拽徐一飞的衣摆 柔柔弱弱的像是一只随时会被分吹走的落叶 好 我这就送你回去 徐一飞嘴角挂着浅浅的笑容 这是顾静泽跟他相处十年来所没有的待遇 没想到他竟然也会笑 可他的心却在这一刻滴血 徐一飞用着上司对下属命令的口气 看向顾静泽下达命令 这里的事情交给你处理了 顾静泽原本放在口袋中的戒指 这一刻他不敢拿出来了 他知道这次他没有机会了 好 而顾静泽现在的任务 就是陪着参加酒会的人喝酒 顾静泽一杯一杯拿着酒往嘴里灌 边喝泪水在眼底打转 再过一个月他马上就要三十岁了 他没有多少年可以他徐一飞的身上浪费 原本他以为徐一飞只是性子比较冷 情商比较低 智商比较高而已 对于他的追求也是不冷不热 的几乎从来不会主动对他笑 给他买过药更不会亲自为他吃药 要不是今晚看到了这一幕 他都会认为徐一飞原本就是这样的人 可现在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又或者该如何欺骗自己 别喝了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此时一抹白皙的手臂伸到顾静泽的面前 随即他手中的酒杯就被对方拿走了 顾静泽睁开迷迷糊糊的眼 眼前的女孩他认识是徐一飞的闺蜜蒋情霜 也是蒋氏集团的继承人 要不要我派人送你回去 对方看了顾静泽一眼 眼底带着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不用了我自己会回去 你还对他挺忠诚的 蒋情霜微微一笑讽刺了我一句后 随即拿过刚刚从我手里抢过的红酒 浅浅地喝了一口你刚刚喝的那杯 顾静泽刚想说那杯酒是他的 蒋情霜只是狠狠地瞪了自己一眼后 转身拿着酒杯离开了 此时酒店门口 外面早已下起了漂泊大雨 呆呆地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 顾静泽在酒店门口张望 看了看手表已经半夜十二点 这个点连打车都很难在家上下着大雨 他害怕半夜会打雷 徐亦飞害怕打雷 所以他还是坚持回去 两个小时后顾静泽才终于打到出租车 等顾静泽到家的时候 家里黑漆漆的连一盏灯都没有给他留 心里的落寞又增加了一分 顾静泽觉得徐亦飞真的太过于绝情了 对李木白那么好 会穿着碗礼服去给李木白买药 却对他 徐亦飞一向很注重自己的形象 但今天他看到了徐亦飞回来的时候 碗礼服上已经沾上了些雨水 顾静泽进了门换了鞋 却发现门口竟然有两双鞋 一双是徐亦飞高跟鞋 那么另一双就是 看着那明显比自己小了几码的鞋子 一看就是李木白的 原来他说的送他回家 只是为了将人家带回来 好方便照顾 顾静泽瞬间感觉自己是多余的 而他们才是一家人 他不敢进房间 生怕在房间里会听到两人暧昧的声音 他在沙发上烫了下来 拿过一旁的抱枕卷缩在沙发里 一晚上睡得极不安稳 直到第二天李木白穿着他的 运动服一蹦一跳地从楼梯上下来 见到躺在沙发上的顾静泽时 顾助理早上好啊 顾静泽听到声音后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他果然住在了这里 那么他们是住在了一起还是 顾静泽不敢去多想 此刻的他恨不得自己昨晚没有回家 有李木白在他根本就 不用担心徐亦飞会不会害怕打雷 徐亦飞从楼上下来 身上穿着那件黑色的性感睡衣 淡淡的香水味传入鼻尖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徐亦飞很显然没有料到顾静泽会在家 毕竟只要顾静泽在家 徐亦飞的穿着都很保守 顾静泽的内心微微一梗 原来他不在家的时候 他也会有他不为人知的一面 而他这么穿是为了李木白 昨晚宿醉的感觉很糟糕 顾静泽现在的脑袋还是疼的 我跟木白出去吃早餐 记得上班不要迟到了 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作商要来公司 徐亦飞说完回了房间 在出来时已经换好了职业妆 顾助理你跟徐总是什么关系 趁着徐亦飞进去换衣服的时候 李木白突然凑到顾静泽身边询问 只是同居设有关系 顾静泽知道徐亦飞一直反对公开他们的关系 而且之前只要有人问他跟徐亦飞的关系 他都会这么回复对方 虽说自己对于他的这个回答很不满意 却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有一天会这么回答 徐亦飞出来的时候 正巧也听到了这句话 眸子微微暗了暗看了顾静泽一眼 眼底似乎带着一丝薄怒 顾静泽此时没有心情去研究他的心情 要是换座以前 他早就屁颠屁颠去做早餐 然后等徐亦飞吃饱后再去开车 现在他算是明白了自己在徐亦飞这里 是保姆是管家是司机 但唯独不是男朋友 徐亦飞将家里的唯一一辆车开走了 等顾静泽打车赶到公司的时候 已经迟到了半小时 徐亦飞坐在顾静泽的办公室沙发上 双手抱胸一服上位者的高高姿态 你迟到了半小时 这个月的奖金扣掉一半 徐亦飞公事公办的口吻 对了 从今日起李木白就交给你来带 我要你在一个星期之内将他带出来 徐亦飞没等顾静泽拒绝 直接从办公室里出来 一个星期带出一个新人 他当初要不是为了他也不会拼着一股劲 紧紧跟上他的脚步 他几乎是没日没夜都在学习 没想到他却要他亲自带一个实习生 而且还是不容拒绝 带出来后他是不是就可以滚蛋了 徐亦飞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 顾静泽不由地吃笑了一声 顾助理徐总让我来跟你学习 门外传来了李木白胆怯的声音 近来吧顾静泽的声音有些疲倦 连轴转就为了早点回来给徐亦飞过生日 结果却是他被赤果果的吃笑了 没有结局的爱情又何必去抢求呢 顾静泽想了想罢了早点将事情交接给李木白 自己也如徐亦飞打算的那样早点滚蛋 他马上就要三十岁了该回去找个人结婚了 于是一上午的时间他跟李木白讲解了半天 李木白依旧是似懂非懂 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 气得顾静泽想揍人 但面前的人又不能揍 到时候徐亦飞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刚到午饭时间李木白就嚷嚷着肚子饿了 你去吃饭吧顾静泽刚吐出几个字 李木白早就已经一六言地跑了 而顾静泽看着折腾了一上午 为了交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废物 竟然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 结果什么事情是没有干成功 而下午据说公司还有合作方来考察 该准备的材料一样都没有准备 早饭没吃估计一会又要犯胃病了 再加上好像有一点点的低烧 顾静泽迷迷糊糊地趴在了办公桌上 顾静泽合作商马上就要来了 你竟然还有时间在这里睡觉 徐亦飞拿着文件狠狠地砸在了顾静泽的脑门上 顾静泽被砸醒了看着面前冷若冰霜的女人 上午还不是为了给他带新人 害得自己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 现在又来兴师问罪了 我只是有点累刚趴了一会 顾静泽感觉胃里一阵难受 打开抽屉翻找却找不到一颗胃药 刚趴一会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徐亦飞抬手看了看手腕上手表一眼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顾静泽感觉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 你最好快点要是今日耽误了合作 我会考虑一下 你是否是个合格的结婚对象 那我是不是还得感谢徐总抬爱了 要是在以前顾静泽听到结婚两字 肯定会埋头苦干 但是现在她竟然用结婚来威胁自己 上午都已经威胁自己要滚蛋了 现在有用结婚来绑架自己 这个女人为了让自己甘愿给她做牛做马 这计谋算得很好 顾静泽别以为你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 就能爬上我头上去了告诉你 即使没有你 公司照样可以运转是吗 那正好我有时请假去医院 去医院做什么 自然是生病了去医院 要不然你觉得我好好的去医院干嘛 顾静泽脸色苍白 可徐亦飞并不将顾静泽的难受放在眼底 要去医院也要先将这次的合作搞定后再去 要不然我不癖好 顾静泽咬了咬牙开始整理资料 头晕得厉害胃疼得难受 顾助理你没事吧 这个时候李木白左手拿着蛋糕 右手拿着奶茶一蹦一跳地走进办公室 顾静泽抬眸看了一眼 忍着胃痛等着跑腿给自己送药过来 并没有多说一个字继续埋头工作 顾助理这可是徐总亲自去给我买的 我明明跟他说我吃饱了 但徐总才是不放心 亲自带着我去买的他让我在车里等着 他去排队可是整整排了一个多小时呢 我觉得徐总的人真不错 对员工也好 顾静泽的谋色微微暗了暗 排队买蛋糕这是他所没有的待遇 之前都是自己一大早起来去给他排队买早餐 他总是会以这种理由 冷了烫了变胃了 没胃口等借口将他买的糕点丢进垃圾桶 践踏自己的自尊 可他还是九年如一日每天都在坚持 他每次都会心疼的徐亦飞离开后 将那些糕点领回自己的办公室自己慢慢吃 有时候觉得糕点味道不错 可为什么徐亦飞要说不好吃 现在他明白了 不是味道不好而是那个买糕点的人是他 现在才知道他的心是冷的 不是压根连施舍一分都没有 也对他早就该看清楚现实了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傻傻的还在等着他回心转意 不知是不是心底放开了胃 好像也没有那么疼了 这个时候他接到了跑腿的电话 顾助理你有外卖 我看你挺忙的 要不我去给你拿吧 李木白说完也不顾顾静泽的反对 开开心地跑了 顾静泽看着李木白离去的背影 也许他只是个孩子 他跟一个孩子计较什么 李木白回来的时候 手里多了一瓶药 顾助理我去给你倒杯水 我颤抖着拿着药李木白 端着热水过来 小心翼翼地朝着我这边走来 我刚伸手要去接 李木白左右腿打架 一杯水就这样泼在了顾静泽面前的文件上 顾静泽的衣服也被弄湿了 对不起顾助理我不是故意的 李木白健壮 整个人都吓哭了 顾静泽呆呆地看着这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家伙 最重要的不是自己的衣服被弄湿了 而是他面前的文件 这份文件可是下午要给合作商看的 现在被李木白弄湿了 他再也忍无可忍 李木白 你到底是来上班的 还是来捣乱的 你现在赶紧给我出去 给我离开我的视线 顾静泽 谁给你的胆子 跟我秘书这么说话 这个时候 徐一飞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神态严肃 整个人一副高高在上的女王模样 再看他护着李木白的样子 顾静泽知道 自己是斗不过李木白的 你看看他今天看的事情 有哪样做成功的顾静泽 也懒得再隐忍下去 他怕自己再隐忍下去 不仅未病没好 连身体都要欺诈了 他只是个新人而已 你对新人这么严格做什么 不就是没干好 慢慢干不就行了 还有 他没有干好 难道你这个当师傅的 就没有一丁点责任吗 我的责任 我让他给我倒水了吗 我让他将水泼在河通上吗 好 既然你觉得他行 你让他干吧 老子我不伺候了顾静泽说完 将被破道的河通收拾一下 塞进了徐一飞的手中 随即转身走了出去 顾静泽 今日你要是敢出去 我就敢让你滚蛋 随你顾静泽胃难受的厉害 他去了休息间 给自己倒杯水 然后将胃药给吃了 吃完后 胃里才好受一点 顾静泽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河通没有弄好 合作商要取消跟咱们的合作 顾静泽还没有休息多久 徐一飞的声音就从门外传来 他甚至都懒得去搭理徐一飞 这个时候徐一飞的电话响了 徐总 我刚刚去分发文件的时候 摔了一跤 你能送我去医院吗 在哪 我马上过来 不用想也知道电话里的人是谁 顾静泽谋色暗了暗 李木白受伤了 我送他去医院 合同的事情 你必须马上弄出来 我刚刚争取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徐一飞说完 也不管顾静泽同不同意 就踩着高跟鞋出门 去看自己的小秘书去了 顾静泽趴在那里 自己难受成这样 他都没有一句关心 甚至连一杯水都懒得给自己倒 好在吃了要趴了一会 身体也舒服多了 顾静泽回到会议室 毕竟没有离职 该他干的活 他还得干 以自己出色的能力 即使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 他都可以做到发挥自如 随即还说服合作商 给自己一天的时间 合同会弄出来 然后亲自邮寄到对方手中 等没有问题的话 再签约合作 合作商被顾静泽说服了 答应给一天时间 顾静泽送走了合作商 那些身后的团队 都不由得雀跃欢呼 哦耶 又签订了一笔大单 这都是顾助理的功劳 顾静泽却没有任何喜悦 一天时间 看样子 今晚又得加班了 正在顾静泽加班加点的 准备赶合同的时候 徐亦飞的电话打了进来 海城酒店商业活动 赶紧过来 徐亦飞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顾静泽呆呆地看着 已经挂掉的电话 他总是这样 每次跟自己说话 都是命令的口吻 可对李木白说话 却很温柔 更像是舍不得对方 磕着碰着 恨不得捧在手心里养着 呵护着 当初他二十岁的时候 就从一堆 比他学历高的人中脱颖而出 觉得自己的身份配不上他 所以他努力学习 争取能在他的身边站稳脚跟 啥时候等你能追上我的脚步 我就答应嫁给你 这是徐亦飞当年的沉默 他现在却忘了当年的沉默 手指摩擦着手机 打开了微信 他跟徐亦飞的微信 一直都是自己在说话 而徐亦飞回答的字 压根少得可怜 之前 他还会为了徐亦飞回复一个字 而高兴半天 现在觉得他不是不懂感情 而是没有将感情 放在自己身上 那么这么多年生活在一起 又算什么同居 摄友 顾静泽看了看即将完成的文件 点了保存 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 整个大楼的店被熄灭了 顾静泽有很严重的幽臂恐惧症 小时候 他曾经被继母 关在冷冰冰的地下室里好几天 所以导致他现在晚上睡觉 都会下意识地留一盏小夜灯 他拿出手机 拨打徐亦飞的电话 现在唯一能救自己的人 就是徐亦飞了 可是徐亦飞的电话 怎么也打不通 甚至是直接挂断的 顾静泽蹲在角落 心一点点地凉下去 这个时候 手机再次亮了 顾静泽连忙接通 甚至都没有看清楚 是谁打来的电话 顾静泽 有事吗 徐亦飞不在 你有事可以跟我说 我替你转告他 就顾静泽颤抖着脖唇 怕得晕过去 你在哪 顾静泽 你先冷静 别怕 你告诉我 你现在在哪 我派人去救你 对方的声音很温柔 他的每一个字 就好像给了顾静泽希望一般 我在公司 公司停电了 我 好 我知道了 你现在跟我保持通话 不要挂电话 我马上去救你 好不好 顾静泽听出了对方的声音 是徐亦飞的闺蜜 蒋情霜的声音 好于是两人就保持着通话 蒋情霜从宴会出来 就在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 随即报了徐氏集团的地址后 蒋情霜就一直在跟顾静泽聊天 蒋情霜让顾静泽看向窗外 转移注意力 顾静泽都一一照做了 直到外面的门被打开 穿着一身玩礼服的女孩子 气喘呼呼地拿着手电筒 走向自己的时候 顾静泽才感觉到 自己终于活过来了 公司没有电 他是穿着高跟鞋 爬了20层楼上来的 说不感动是不可能的 好了 顾静泽 没事了 不用担心顾静泽在蒋情霜 蒋情霜出现的那一刻就不害怕了 只是他不知道 为什么蒋情霜会出现 而徐亦菲却不接自己的电话 半小时后 办公楼的电路再次恢复 蒋小姐 今天谢谢你 不过你跑这来 宴会 宴会无所谓 我们蒋氏也不差那几个合作商 倒是你 要是我再晚来一点 你会不会被吓死有可能吧 我小时候被我继母 关在冷冰冰的地下室里好几天 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下晕过去了 你的继母可真可恶 蒋小姐 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 当然是徐亦菲给我的 今日我救了你 你打算怎么报答我 请你吃夜宵吧 就一顿夜宵 那我岂不是亏了 我可是错过了好几个合作商呢 你蒋小姐 你想怎样 就当你欠我一个人情吧 蒋情霜伸手拍了拍顾静泽的肩膀 好顾静泽点点头 走吧 时间也不早了 早点回去 嗯顾静泽看了看万表 确实时间不早了 等回到家的时候 顾静泽就看到徐亦菲在厨房忙碌着 而徐木白则是躺在沙发上 小脸微红 不是让你去海城酒店的吗 你怎么没去 顾静泽张了张口 最后没有解释 他今天差点在公司丧命 他不关心他怎么现在才回来 为什么没有去参加酒会 而是为了一个小白脸质问自己 你站住 你去给木白做醒酒汤 今日木白被灌了很多酒 原本这些酒应该都是你喝的 抱歉 我很累 我想要是他不愿意喝酒 也没有人会硬逼着他喝 把顾静泽说完 缓步朝着自己的卧室走去 等等 今日你的卧室让给木白睡 他今天喝了不少酒 睡沙发不舒服 好 那我去住酒店 就不打扰你们两位了顾静泽咬牙切齿地说完 随即拿着手机出了门 顾静泽 你今天怎么回事 处处跟我作对 我没有 你想多了顾静泽的脚步在门口站顶 再次看了两人一眼后 觉得格外的讽刺 门前耀眼的红色跑车依旧停在路边 他知道 蒋晴霜还没有离开 他没有想到 他跟徐一飞的关系会闹到这个地步 上车吧 我送你去酒店蒋晴霜坐在车里看着他 顾静泽觉得蒋晴霜似乎对自己有意思 可是自己有啥 一个快三十岁的男人了 却什么都没有 他觉得这些年自己做人很失败 被徐一飞赶出来了 没有 我自己出来的 到这个时候 还牙尖嘴利的 给你听断录音 蒋晴霜夜 不管顾静泽是否愿意听 直接将录音打开 里面传来徐一飞的声音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放心吧 等我的个人感情稳定下来后 我会清理身边的那些垃圾 徐一飞的意思很明显 就是他为了和李木白在一起 而自己则是他身边的垃圾 有没有兴趣考虑一下我 蒋小姐 我很感激你今日救了我 但 好了 我不逼你 不过我家里最近在逼婚 你要是不建议的话 跟我拼个婚 我会考虑的蒋晴霜将顾静泽送去了酒店 一整个晚上都是徐一飞询问解酒汤怎么做 顾静泽直接将手机丢向了一边 关了飞行模式 第二天去公司的时候 听说这次优秀员工奖的得奖人是李木白时 顾静泽的内心还是有一点点失落的 自己尽心尽力 将自己喝进ICU 都没有得到徐一飞的一丝同情 而李木白才来一个月 就能拿属于他的优秀员工奖 顾静泽递了辞职报告 谁允许你辞职的 我不同意徐一飞将顾静泽的辞职报告丢进了垃圾桶 徐总 我自愿申请离职 这样吧 这件事情 等我出差回来后再说 徐一飞说完 带着李木白离开了公司 很快 李木白的朋友圈就传来一张照片 是飞往海南的飞机票 作为助理的我 自然知道 我们与海南那边没有任何合作商 很显然 徐一飞为了弥补昨晚李木白喝醉 特意以出差为由 实际是带着李木白出去游山玩水了 顾静泽将那张离职报告从垃圾桶捡起来 一如自己每次从垃圾桶里 将自己辛辛苦苦排队了几个小时 买来的早餐捡起来一半 拿着徐一飞的笔盒压着 讲情双出来 说答应他开的条件 你真的答应了 真的愿意跟我结婚 讲情双开心得像个孩子 而顾静泽疑惑 只是契约婚姻 他怎么那么开心 半个月后 徐一飞实在受不了公司股东们的催促 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带着李木白 从海南回来了 回来后 才发现顾静泽并不在公司 气得火冒三丈 怪不得股东们会被自己打电话 顾静泽不在 要是他在的话 肯定不会出现什么妖蛾子的 连忙打电话给顾静泽心事问罪 然而他竟然发现顾静泽不紧电话 微信 只要是有关联的社交账号 都拉黑了自己 他的心底不由地浮起一丝心慌来 看着办公桌上那张辞职信 他明明将这张辞职信丢进了垃圾桶 他不同意顾静泽离职 他怎么敢的 徐一飞知道 顾静泽压根就离不开自己 所以他打赌 顾静泽只是生气了 只要自己回家 顾静泽一定会在家里等他 所以等他满怀期待地回到家时 家里冷冰冰的 甚至餐桌上已经凝聚了一层薄薄的灰 徐一飞开始慌了 他拿出手机 再次拨打那个再熟悉不过的电话 很显然 听到的依旧是那冰冷的机械声 他一下子瘫坐在地 不不可能 顾静泽怎么会离开他 不可能的 他不会相信的 这个时候 徐一飞的手机响了一声 他以为是顾静泽知道自己回国了 回心转意了 打电话来道歉了 他连忙收拾好情绪 准备等下好好质问顾静泽 毕竟这都多大了的人了 还闹脾气 一会要是他祈求他原谅 他也不会轻易答应 他甚至都没有看清楚 打电话给他的人是谁 刚接通 他就对着电话那边怒吼 顾静泽 你胆肥了是不是 谁给你的胆子 敢私自辞职的 告诉你 我是不会批准的 你最好现在 立刻 马上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会考虑一下 是否选择原谅你 徐总 是我 结果电话里传来李木白的声音 李木白的声音带着一点点微微曲曲 怎么是你 徐一飞几乎是下意识地回对 看了看手机 确实是李木白的电话 刚刚他拨打顾静泽的电话 电话已经被拉进了黑名单里 徐总 这里有很多人都在找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能赶紧回公司吗 李木白的声音夹扎着委屈 像是下一秒就要破碎的气球 我知道了徐一飞挂了电话 此时他的脑中都是顾静泽的身影 公司里 只要有顾静泽坐镇 那些股东们都不会跟他多说一个字 还有这次去海南出差 原本他确实是带着合作的心思去海南的 他想要靠自己的能力 却说服合作商 他要向所有人证明自己 即使没有顾静泽 他依旧可以做到 可是他的能力压根不够 从这次的合同来看 他明明准备得很充分 可临时发挥的时候 又频频出错 一点就没有顾静泽那种从容不迫的心态 以至于合作商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给自己 要是顾静泽在的话 这次的合作肯定能拿下来 可惜他带去的是李木白 非但没有对自己有任何的帮助 反而还弄湿了合作商的衣服 合作商直接气得暴走 最后他带着李木白 买了很多礼物 登门拜访 道歉了很多次 合作商才没有追究 难道真的是自己错了吗 徐一飞开车前往公司的路上 突然瞧见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他连忙停下车 刚下车 那抹坐在靠窗位置的人 就已经站起身 身材高挑的美女 缓步朝着顾静泽走去 这个女人 她认识 是自己的闺蜜蒋情霜 没想到 顾静泽离职 竟然是为了蒋情霜 只是他们两人 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她怎么不知道 明明她生日的时候 顾静泽将十天的工作 挤压到了五天 甚至还把自己喝进了医院 刚从医院出来 就匆匆回国的 为的就是回来给她过生日 可她做了什么 她给李木白买味药 将匆匆赶回来的顾静泽 晾在了一旁 李木白说累了 她带着李木白离开 可她明明知道 顾静泽压根没有车回来 又是凌晨 而她则是待在卧室里 享受着李木白 给自己按摩身子 李木白的手法很好 不知不觉 自己竟然睡着了 第二天发现 她躺在沙发上 脸色不对 她也没有一句关心 反而还将李木白 甩给她去教她 最后还因李木白 做错了事 她反而质问顾静泽 这些种种的画面 在脑海里盘旋着 她都干了些什么 好在顾静泽是个好脾气的 要是脾气差一点的 估摸着早就先桌子走人了 怎么还会等到现在 而她却踩着 她的自尊狠狠地碾压 这个时候 李木白的电话 再次打了进来 徐总 你还有多久到 我怕那些人会揍我 听完李木白的话 徐一飞也只好 再次坐进车里 车速很快 甚至有种不要命的驾驶 连闯了两个红绿灯 差点发生严重的叫中事故 被警察叔叔追着在后面鸣笛 他才回过神来 自己刚刚做了什么 他竟然因为顾静泽 和蒋晴霜在一起 冲动了 竟然闯红灯 也许两人不是自己想的 那种关系呢 毕竟顾静泽并没有亲口 跟他说分手 被警察叔叔怀疑 他精神不正常 会对社会造成危害为由 带进了警察区 警察询问他 要谁来保释他 他下意识地 给了顾静泽的手机号码 然后期待的小眼神 看着警察叔叔 拨通这个自己 他那边传来温柔的男生 你好 哪位 听到那心心念念的男生 徐亦菲知道 他只是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拉黑罢了 果然没有换电话号码 他甚至觉得自己刚回来 就进警局 还要让他来保释自己 有损自己的形象 但要是能因此见到顾静泽 再跟顾静泽解释 他和李牧白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 就凭他们在一起九年的时间 他会回到自己身边的 你好 我们这里是海城警察局 你的朋友出了点事 让你过来保释他 好 我知道了顾静泽挂了电话 看了一眼手机 海城警察局 刚刚头条的新闻他看过 有人连窗两个红绿灯 最后被警察围堵 才停下车 那辆红色的跑车自己认识 并且再熟悉不过了 他犹豫了半天 看向了对面正在喝咖啡的蒋情霜 怎么了 蒋情霜自从顾静泽接电话的那一刻起 就一直在关注对方 见到对方看向自己 他下意识地询问道 今日徐亦菲回国 为了阻止两人会旧情复燃 他必须得紧紧地看着这个 即将成为自己未婚妇的男人 他生怕再生变故 自己好不容易抢到手的男人 就会被抢走 毕竟人家在一起九年的时间 而他们在一起才半个月 天降的感情 肯定比不过青梅竹马的情意 他生怕自己的感情 会在这一刻被破碎 海城警察局打电话给我 让我去保识一个人 我在海城没什么朋友 顾静泽的暗示已经很明显了 他现在好不容易 从那段痛苦中解放出来 又怎么会再次回去 而对面的人 那紧张兮兮的小眼神 他都怀疑 对方早就对自己图谋不轨了 不如你给李木白打个电话 我觉得徐一飞对那个李木白 还是挺看好的 甚至可能还想跟对方结婚 讲情双小心翼翼的试探 他自然也猜出了 顾静泽口中说的人是谁 毕竟当初 他也是这么试探徐一飞的 那段录音也是自己试探的时候 多了个心眼 录下来的 徐一飞回来想要抢走 他好不容易到手的男朋友 没门 看样子 他得抽个时间 正式跟大家宣布和介绍自己的男朋友 免得早晚被人惦记 警察局里的徐一飞 还在满脸期待着顾静泽的出现 他很想他 很想很想 脑中是这么多年来 顾静泽陪伴在自己身边的点点滴滴 虽然不够浪漫 但却有种平常夫妻的感觉 可他竟然觉得这种生活太过于平淡 想要寻找点刺激感 当他满怀期待等着顾静泽出现时 看到出现在警察局的 是李木白的时候 徐一飞的心底浮起一抹失落感 徐总 你没事吧 李木白一进来 就开始哭哭啼啼的 完全没有一个男人的形象 好了 这次罚款400 另外吊销驾驶证 最近这段时间 还是不要开车了听完警察叔叔的叮嘱 李木白带着徐一飞走出警察局 你怎么来了 徐一飞知道走出警察局 还一直在找顾静泽的身影 是顾助理告诉我 你在警察局 让我过来找你 李木白咬着嘴唇 小心翼翼地看着徐一飞 那他人呢 我不知道李木白摇摇头 电话给我 徐一飞几乎是失声痛哭起来 没想到 他不要自己了 他真的不要自己了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之前都好好的 他们在一起好好的 怎么会这样 李木白拿出手机 递给徐一飞 你给我打电话给他 就说就说即使要离职 至少也要过来交接一下 才能走徐一飞打着哆嗦 整个人激动的不行 徐总 要不咱们先回公司再说吧 公司还有很多事情 等着你去处理 李木白将手机收起 站在徐一飞身侧小心翼的提醒 他才不会再给顾静泽回公司的机会 毕竟只要顾静泽回来 他这几个月的努力 可就要功亏欲愧了 顾助理能力很强 他是知道的 但他要不耍点小心思 又怎么能将顾静泽赶走呢 公司 对 公司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要是顾静泽在 这些事情 他早就帮自己解决了 可现在 对 咱们先回公司吧 李木白是打车来的 两人回了公司 徐一飞将钥匙丢给李木白 你去将顾助理接回来 就说公司不能没有他 徐一飞也冷静了下来 也许用公司来说服顾静泽 顾静泽应该会看在他多年 在公司里劳心劳力的份上 回来吧 徐总 我不会开车 李木白拿着车钥匙 犹豫到 你先下去吧 徐一飞一个头两个大 他真的后悔 后悔当初怎么会看中李木白的 是李木白一六眼跑了 徐一飞呆呆地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 眼神不由地落在了隔壁的 早已经人去楼空的办公桌 之前顾静泽在旁边办公的时候 他嫌弃他太烦 但现在安静了 他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突然 徐一飞打电话给业务部经理 哎我办公室一下 是经理过来 徐一飞伸出手 手机 徐总 你这是要 经理微微一愣 徐总该不会要差点什么吧 你给顾静泽打的电话 就说公司有点事情 需要他来交接一下 徐总 顾助理之前已经交接过工作了 经理微微一愣 最后还是试探性的引导 那就再来交接一次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必须让他来公司 徐一飞声音略高了些 是经理经受不住徐一飞的怒火 只好给顾静泽打电话 咖啡店里 顾静泽喝着咖啡 习惯性地将面前的甜品切成小块 然后插上一根牙签 做完后 顾静泽才发现 自己的举动有些多此一举 也许对方并不喜欢这么吃 之前徐一飞就不喜欢 边听着对面小丫头在那里喃喃自语 阿泽 我记得你的生日就快到了 我想给你举办一个大型的生日宴会怎样 纤细的手将顾静泽面前的蛋糕抽走 出了一块蛋糕塞进了口中 不错 男朋友亲自切的蛋糕 可这是多大的福利啊 蒋情双拿出手机 对着蛋糕拍了一下 然后发朋友圈 配文是 男朋友真好 给我将蛋糕切成一块一块的 好幸福的感觉有没有 朋友圈刚刚发完 下面就一连串的评论 这是脱单了吗 男朋友 快给个照片 我看看 帅不帅 真的假的 你还这么小 这么早就脱单 你让我们这些大龄圣女怎么办 不用了 我都快三十岁了 这生日也无所谓了 她想起 自己的前九年都是陪着徐一飞单独过的 每次都是自己亲自做菜 等着她回来 然后每年都会告白一次 而她总说现在是事业上升期 她不想这么快结婚 又或者说婚姻会拖慢她的脚步 让她再等等 好 她等了九年 最后一年 她不想再等了 以前徐一飞从来都没有想过 给自己举办生日晚宴 那个时候 她觉得他们之间的事情不能公开 反正也不是什么大的生日 无所谓 可现在 她觉得面前的小丫头很好 竟然想着要给自己过生日 不行 在我们那里 三十岁可是大生日 必须得过 而且我还想在你的生日宴会上 公布咱们的喜讯呢 讲情双坚持 好 你喜欢就好 顾静泽没有再反驳 确实 自己曾经想过 想在三十岁的时候结婚 现在如愿了 只是结婚对象换了人 手机响起 顾静泽看了眼接通 蒋情双不安的眸子看过来 顾静泽下意识地按了面提 不知道为啥 她觉得蒋情双有点换得换失的 明明是蒋氏集团的总裁 却偏偏在她面前 卑微地像个小女生 她可记得她在宴会上 那种唯我独尊的模样 可不会像现在这般小鸟依人 要是被有心人看到 蒋氏集团掌门人 也就这么娇小的一面 顾摸着会说 蒋情双是不是被人吓鼓了 顾助理 你现在有空吗 电话那边传来小心翼翼的试探 有事 顾静泽明显地察觉到 蒋情双的脸上 露出一副松了一口的表情 是这样的 许总说你公司里的事情 还没有好好交接 想请你来公司一趟 你看可以吗 而此时 面对抓着手机询问的经理 早已经焊湿了整个后背 紧紧地抓着手机 生怕听到一个否定的字 顾静泽沉默了几秒 他自然清楚 他该交接的早就交接清楚了 这回业务经理打电话过来 可能是徐亦飞想见他 而他的目的 也有可能是自己离开了 再也没有人给他那么拼命地打工了 再也没有人围着他身边转了 他只是不习惯而已 并不是因为喜欢自己 即使迟来的喜欢 他也不喜欢 好顾静泽应了一声 毕竟他不想为难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既然徐亦飞说没有交接结束 那他就回去再次交接一次 有些话还是说明白比较好 阿泽见顾静泽挂了电话 坐在面对的蒋情霜已经不淡定了 面前的咖啡里的吸管 已经被咬了好几个牙齿印 放心吧 我既然答应了你 就会履行沉默的 在我的生日宴上 我会跟所有人公布你的身份 顾静泽觉得面前的姑娘很好 好到自己都舍不得伤害对方 他之前有后悔跟蒋情霜合作 毕竟蒋情霜和徐亦飞是好闺蜜 但蒋情霜总是时不时地出现在他的世界里 制造偶遇的机会 自从在徐氏离之后 他就将自己的东西搬出来了 重新找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小区 租了一个不算太大的房子住着 他也会时不时地过来 跟自己挤在那个只有几十平方的出租屋里 陪着他一起看书 有时候会给他做饭吃 虽然手艺并不怎样 有两次还差点烧掉厨房 最后还是他自己动手 但这种事情 徐亦飞从来都没有给自己做过 甚至连一碗解酒汤都没有做过 上次李牧白喝醉 他却亲自下厨做解酒汤 这身份地位 明眼人也就一眼瞧出来了 上次自己半夜胃疼 蒋情霜正巧打电话给他 他说自己胃疼 家里没有药 蒋情霜担心得很 连夜买了药给他送过来 那天下着大雨 天闪雷鸣 他一个女孩子来的时候 身上已经湿透了 衣服 头发全部粘在了脸上 但他却依旧担心自己的身子 给自己烧了水 喂了药 等他缓和一些 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郭静泽看在了眼底 疼在了心里 蒋情霜做了很多徐亦飞九年来 从来都没有为他做过的事情 反而是这九年来 自己跟得舔狗一般 跟在徐亦飞的身侧 现在退出后 才发现 原本比徐亦飞更好的 大有人在 那就好 要不要我送你过去 好顾静泽之前 一直没有买车的想法 所以一直都是给徐亦飞当司机的 但现在却想 自己这枚车 也不是个事 蒋情霜将顾静泽送到公司后 并不打算离开 你先进去 我在外面等你 好顾静泽缓步进入公司 他前脚刚进入公司 后脚业务经理 就恭恭敬敬地过来 顾助理 你可算是来了 谢谢你 你可是帮我了一个大忙 这本来就不管你的事 他知道 徐亦飞是故意地想要找茬的 不管是谁 只要跟我熟悉的人 他都会叫一遍 与其躲避 不如说清楚 两人缓步走进电梯 身后一帮女孩子 在那叽叽喳喳 有没有发现 这次顾助理回来 好像比以前精神了很多 是啊 整个人有种意气风发的感觉 我感觉比以前更帅 更有男人魅力了呢 对啊 对啊 太帅了 听说顾助理离职后找了个女朋友 真的吗 顾助理之前不是一直在追求总裁吗 总裁 都追了九年了 都没有追到手 估计这次顾助理 是打算放弃了 你们在说什么 都不用工作的吗 李木白站在不远处 紧紧地咬着薄唇 眼底浮起一抹怒意 走走走那些人急忙离开 这还没有说到郑主 郑主就出现 也算是他们倒霉 不过公司里有这么一个 什么都不会的 却拿着鸡毛挡令箭 公司早晚得垮掉 但是大家也都是敢怒不敢言 纷纷离开 电梯在20楼停下 顾进泽看着熟悉的场景 上次自己加班到深夜 突然停电 优臂恐惧正犯了 蒋琴霜穿着晚礼服 高跟鞋爬了20层上来就自己 心底浮起一丝暖意来 阿泽徐一飞见到顾进泽的时候 发现顾进泽的精神好了很多 整个人就像是脱胎换骨一般 看样子 他最近过得很好 徐总 麻烦以后叫我顾进泽吧 毕竟咱们以后不熟顾进泽 缓步走进了徐一飞的办公室 他的声音轻了 眼底划过一丝厌恶 阿泽 即使你辞职了 咱们也可以当朋友 你的生日不是要到了吗 我想给你办个生日宴会 这回 生日宴会的事情 就不用徐总操心了 到时候我会通知徐总的 好 那这回我一定 徐总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我女朋友还在楼下等我 顾进泽故意将女朋友三个字 说得很小 女朋友 徐一飞的身子摇晃了一下 最后扶住了桌子 才没有倒下 是自己想的那样吗 她跟蒋秦霜在一起了 阿泽 对不起 之前是我错了 你能回到我身边吗 对不起 这次我一定 保证会答应你的求婚的 所以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的杯子 摔落在地上的声音 打断了办公室两人的对话 顾进泽看了一眼 门外的李木白 李木白傻愣愣地站在那里 徐一飞也看到了李木白 脸色苍白得的厉害 徐总 我觉得咱们之间 没什么好聊的 勾唇笑了笑 随即缓步朝着李木白走去 阿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打我顾进泽的身影 还没有靠近李木白 李木白就开始尖叫 好好照顾好徐总 顾进泽最后富有深意地看了徐一飞一眼 随即拍了拍李木白的肩膀 缓步离开 阿泽 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徐一飞看着顾进泽离去的背影 跌坐在地上 失声痛哭道 要是在以前顾进泽会立马过去 将徐一飞扶起来 每次都会说 地上凉 小心点身子 而这次 顾进泽即使听到他跌坐在地上的声音 他依旧没有停下脚步 相较于徐一飞 他还是更关心在楼下的蒋青霜 毕竟这么热的天 估计外头有四十度的天 待在车里会将人烤熟 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一声 他拿出来看了一眼 是讲情双发的朋友圈 配图是徐氏大厦 配文是 男朋友去找前女友 你们说他们会不会就情赋人 下面很多评论 放心 只是前女友而已 你怕什么 你长得这么漂亮 还怕男朋友跑了不成双双 这几日你总是往外跑 原来是去追人去了 这怎么还搞得失魂落魄的 你跟哥说 你要谁 哥今晚就给你送到你床上 双双美女 这男朋友要靠勾引 你要是不清楚 一会你联系我 我来教你一连串的评论 看得顾静泽嘴角微微扬起 原来被人挂念是这样的 他的眼里 心里满满的都是自己 几乎是容不下一个杂志 这是老天给自己的眷顾吗 给自己送来这么好的一个老婆 亲爱的 你什么时候出来 随即一条短信就发了过来 亲爱的 顾静泽闹了个大红脸 想起那条评论 讲情双立马献学献用马 就在门口了 顾静泽刚发完几个字 就看到公司门口 讲情双火辣辣的身材 撑着一把大红色的伞 正在门口都一只浑身脏兮兮的小狗 那眼神满是心疼 顾静泽的眸色暗了暗 没想到讲氏集团总裁 竟然还有这么爱心的一面 徐一飞这个人 不喜欢小动物 更不允许在家里养 平日里 他看到了这些小动物 都会送去动物收养福利站 并且会每月按时打钱 给福利站救助这些小动物 阿泽 你出来了 看 我捡到了什么 你知道吗 他刚刚从草丛里走出来 还有点熊啾啾气昂昂的 然后我走到哪 他就跟到哪 讲情双美眸咕噜噜地看着自己 很可爱顾静泽几乎是发自内心的 我可以养他吗 讲情双小心翼翼地抱起地上的小狗 询问顾静泽 顾静泽连忙拿起他的伞 给他撑伞 讲情双的皮肤很白 白里透红的 今日穿了一件小吊带 整个人现在人高腿长 妥妥的金圈第一美女 好顾静泽淡淡头 讲情双喜欢就好 他自己没有意见 而且他小时候的梦想 也是想要养一只属于自己的小狗 小时候 他从路上捡了一只小狗回去 他将小狗藏起来养着 结果有一天 继母突然大发慈悲让他吃块肉 后来他才知道 那是他养的那只狗被继母杀了 继母炖了一锅肉 逼着他吃了一口 还询问自己好不好吃 那个时候 他就发誓 以后再也不从路上捡狗回家了 毕竟到时候养大了 又会成为继母的盘中餐 间接也是自己害了他们 我能养在你家吗 我妈对狗毛过敏 讲情双小心翼翼地看着顾静泽道 好 走吧 回去吧 我觉得这只狗得先回去洗个澡 小心有病毒传染给你 再去给它打预防针 真的吗 那一会咱们再买些狗粮回去 还有狗笼子 狗喷啥的讲情双直到坐进车里 一张小嘴依旧在嘀嘀咕咕地盘算着 狗需要用到的东西 殊不知 两人刚刚在徐氏大楼门前的一幕 被徐氏的员工给拍了下来 然后传到了员工群里 哇 没想到顾助理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对啊 没想到顾助理的女朋友好漂亮 刚刚站在门口的时候 我都在猜测对方是来接谁的 没想到最后竟然是顾助理顾助理长得帅 有这么漂亮的美女女朋友 那是自然的那女朋友还很有爱心 在门口捡到了一只流浪狗 还将流浪狗抱回去养了 对啊 对啊 好有爱心啊 这一幕 恰巧被混在员工群里的李木白看到 李木白拿着手机 进了徐亦菲的办公室 徐总 刚刚顾助理在门外和一个女孩子交谈 你看 这个人我觉得好眼熟 不是徐总你最好的闺蜜吗 他们怎么会在一起 顾助理是咱们公司最重要的人 他会不会出卖公司 李木白的本意是想要挑拨徐亦菲和顾静泽 还有蒋情双之间的关系 可徐亦菲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 眼底没有任何波澜 内心却已经躁动 他没有看错 他们果然在一起了 不会的 我相信顾静泽 徐亦菲有些烦躁的将手机丢回给李木白 声音有些清冷 他现在更后悔 当初为什么要将这个一无是处的李木白留在自己身边 而将对自己百般讨好的顾静泽越推越远 之前 他一直以为顾静泽在自己身边九年 今年是第十年 他也是为了查看顾静泽对自己是否真心 可却没有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 直接将顾静泽推给了蒋情双 徐总 这知人之面不知心 我觉得你还是得精早做打算 要不然损失的可是公司的利益 李木白 你想多了 我相信顾静泽不是这样的人 徐总 是不是查一查不就知道了 李木白 你是真的没事干吗 你知不知道蒋氏是做什么的 既然你那么好奇 我就告诉你 蒋氏做的是影视行业 徐氏做的是房地产行业 这两者有关联吗 李木白被问得无法反驳 我觉得公司的规章制度 你给我多看看 还有 以后不要随随便便进我办公室 我很忙 现在顾入里不在了 你既然顶替了顾助理的位置 就不要事实都来麻烦我 要是都我做了 我还要你这个秘书做什么 李木白被骂后 咬着嘴唇走出了徐一飞的办公室 不就是工作吗 他不相信没了顾静泽 他就做不好 可事实证明 他确实能力不够 那些英文合同 他一看就投打 一看就犯款 密密麻麻的数字 一看就有密集恐惧症 以前还能靠着徐一飞的宠爱 他可以得过且过 过一天算一天 但现在 顾静泽的火都丢给了他做 他觉得自己快要一个头 两个大了 公寓 顾静泽刚刚开门 蒋晴霜就抱着小狗去了浴室 顾静泽则是从冰箱里 拿出一些新鲜的菜 开始做饭 他喜欢做饭 以前他跟徐一飞在一起的时候 就经常在家做饭 甚至还为了徐一飞 他抽空去考了厨师证 等蒋晴霜穿着他的衬衣 抱着小狗出来的时候 小狗已经换了一副模样 比脏兮兮的时候好看多了 顾静泽都要怀疑 这小狗是不是被掉包了 又或者这根本就不是流浪狗 顾静泽的目光 从狗狗的身上 移到了蒋晴霜的身上 面前的小丫头 穿着他的衬衣 衬衣悄悄地盖住了大腿根部 见顾静泽的眼神 落在他的身上 阿泽哥 刚刚给小狗洗澡的时候 衣服被弄湿了 所以我就自作主张 拿了一套你的衬衣穿 你放心 等我洗干净后 我就还给你 蒋晴霜充顾静泽调皮的眨眨眼 顾静泽的脑中 不由地想起他朋友圈里的那些话 他甚至有理由怀疑 这个女人打算勾引自己 只是自己没有证据 没事 你穿吧 要不要我再给你找一条裤子 顾静泽不解风情地说了一句 这天很热 裤子就不要了 蒋晴霜羞红了脸 心底有些生闷气 这家伙是个木头吗 自己都这样暗示了 他竟然依旧不解风情 想吃晚饭吧 放在自己面前的饭菜上 但总是时不时地朝着 蒋晴霜的身上看去 他此时多么羡慕 蒋晴霜身上的那只狗 可以躺在美女的怀里 而狗狗的爪子 也在蒋晴霜的胸口抓着 结果把扣子也抓开了 露出了里面一对雪白的兔兔 从自己这个位置看去 顾静泽差点流鼻血 而是蒋晴霜却不自知 反而依旧在吃着饭 逗弄着狗狗 蒋小姐 你的领口 什么 蒋晴霜美眸看过来 带着一丝不解 你的衣服开了 顾静泽再次尴尬的开口 阿泽 我漂亮吗 蒋晴霜看了一眼自己 随即笑了笑 将小狗放在了一旁 自己则是站起身 然后弯腰朝着 顾静泽的面前压去 而顾静泽经过刚刚的提醒 已经闭上了眼 他似乎感觉到 对方的气息 就落在了自己的鼻尖上 漂亮被蒋晴霜这么一问 顾静泽也不敢有丝毫的隐瞒 赶忙说漂亮 羞红着脸 连耳根子都红了 真的 笨顾静泽点头 既然我漂亮 你为何不睁开眼睛看我 蒋小姐 我觉得咱们是协议结婚 你为了应付家里 所以 如果我是认真的呢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相信吗 蒋小姐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阿泽哥哥 我真的是认真的 讲情双抬起顾静泽的脸 顾静泽一脸的茫然 红唇就落在了他的薄唇上 辗转难眠 顾静泽并不排斥对方的亲吻 甚至他还觉得 对方的唇瓣很软很舒服 好像一直这样亲一下午 似乎也不错 阿泽哥哥 以后叫我双双 你要是敢叫错 你叫错一次 我就亲你一次 好顾静泽觉得以后叫错 还能得到一个亲吻 这对于他一个大男人来说 可是很大的福利 好了 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应该 蒋小姐 我觉得咱们还没有 你的思想怎么这么老顽固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不过今天确实不合适 小白还在看着呢 等改天 我给小白搞的窝 咱们再继续讲情双说完 竟然往后坐了回去 然后开始吃饭 领口处依领也被他扣了上去 顾静泽的心底 莫名浮起一抹失落感 自己刚刚在说什么 这么漂亮的美女在面前 竟然还能坐怀不乱 顾静泽也是佩服自己的意志力 阿泽哥哥 这次的生日宴会 你准备在那里举办 请哪些人过来 我在海城没有什么朋友 最多也就是公司里的一些同事 好 那就请同事过来 毕竟咱们在一起 也需要别人的祝福 讲情双嘴巴 说是别人的祝福 实际上想的是 他要跟所有人宣布 自己是顾静泽的女朋友 好 你喜欢就好 顾静泽没有什么意见 他甚至都没有想过自己30岁了 还会有人愿意给自己举办宴会 接下来的几天 蒋情双将宴会地点准备妥当 发了宴会地址到顾静泽的手机上 让顾静泽邀请同事过来 顾静泽原本觉得没有必要 但蒋情双说 宴会就该热热闹闹的 而且他们还想收到同事们的祝福 所以将宴会的地址发在了朋友 并且告知当天要是有空的人 都可以来参加 三天后 顾静泽一大早就被蒋情双叫起来 回家见家长 毕竟自己要结婚这么大事情 他自然是要通知家里人的 而且前两天自从哥哥知道 自己有男朋友这件事情后 天天就嚷嚷着要他带着男朋友回去 顾静泽有些局促地站在了 蒋家别墅的大厅里 蒋情双一进屋就跑楼上去了 说是要找什么东西 而此时面前的沙发上 一个看起来有点顽固子弟模样 跟自己差不多大的男人 正在审视着自己 据他所知 应该是大舅哥 就是不知道大舅哥 知道自己拱了他们家的大白菜 会不会把自己大切八块 然后将自己赶出去喂拱 顾静泽内心紧张 但表面却依旧温润而雅 挂着得体的笑容 即使要被赶出去 也要做一个体面的猪 不 是人 你就是顾静泽 垮裤子弟开口 对 顾静泽知道对方要开始刁难了 应了一声 秉着少说话 就会少出错的原则 你就是小妹心心念念了五年的男人 对方的这句话一出 顾静泽一脸猛圈 心心念念了五年 他确定以及肯定 自己跟蒋情双之前不认识 五年前 更不认识 会不会是认错了人 而且即使认识 也没有任何交际 阿絮 你别吓着人家这个时候 蒋母从外面急急忙忙地走进来 一进来就对着顾静泽上看下看 左看右看 似乎很满意地点点头 我这不是第一次见到妹夫吗 激动得刚刚的顽固子弟 一秒便耸包 蒋旭站在一旁 有些尴尬 他刚刚真的要是将人家给吓跑了 这小妹下来还不得跟自己拼命 蒋夫人 你好 顾静泽有点局促道 心底却在想 这不是豪门吗 怎么这一家子都有点奇怪 好好好 果然是一表人才 难怪双双会喜欢 蒋母开心地拿出一个红包 递到了顾静泽的手中 蒋夫人 你这是 顾静泽立马拒绝 我听双双说 今日是你的生日 这红包是给你压碎的 在我们家 每个人过生日都会发红包的 所以这红包 就当是阿姨给你的见面礼 蒋夫人竟是要将红包 往顾静泽的怀里塞 妹夫 你就拿着吧 因为我家小妹救下来了 你可别说我欺负你 要不然我家小妹会找我算账的 不 不会的 况且你没有欺负我 只是例行问两句话 就是欺负吗 要是自家好不容易养大的妹妹 被一头猪给拱了 换做谁都会问两句的 况且她也只是问了一句 就被蒋夫人给打断了 那以后请多多关照我小妹 要是让我知道你欺负她的话 我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蒋婿的口吻里是满满的威胁 但说出来的口气 却没有任何的压迫感 好顾静泽勾纯一笑 看样子这一家子 并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般威严 反而还很好相处 原本以为今日过来 不会这么顺利得到蒋家人的同意 毕竟自己现在要啥没啥 没工作 没存款 没房 没车 可以说是肆无产品 好在长了一副好看的皮囊罢了 蒋情霜能看到自己 是自己这辈子修来的福气 她发誓 以后一定会对蒋情霜好的 好一辈子 不离不弃 哥 你们在说什么呢 什么欺负 这个时候 蒋情霜从上面慌忙地走了下来 手里还多了一本红本本 小妹 你慢点 我们又不会把它吃了 你这么急干嘛 蒋婿看着自家妹妹 慌慌张张地 生怕自己对妹夫做些什么 她有那么凶神恶煞吗 蒋情霜将手里的红色本本 递到顾景泽手中 顾景泽定睛看去 这是户口本 你拿这个做什么 顾景泽不明所以 对方却已经将户口本 强硬地塞进了自己手中 领证结婚啊 阿泽对不起 之前没有跟你商量 主要是我怕夜长梦多 领证不急吧 毕竟咱们还没有感情基础 顾景泽依旧在犹豫 毕竟讲情霜太好了 好到她都不敢去接受 这么好的女孩 她顾景泽何德何能 能娶这么优秀的老婆回去 虽说她的家里人都好说话 但毕竟得将就一个门当户对吧 她除了自己 几乎一无所有 有的只是这些年剩了一点工资 至于她的家庭 那就更是破烂不堪 父亲是个烂毒鬼 害死了母亲 娶了继母回来 继母对她很苛刻 她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地长大 她真的害怕自己的原生家庭 会害了蒋情霜 没事 感情可以慢慢培养 蒋情霜却依旧不死心道 双双 要不我跟你说一下 我家里的事情吧 等我说完后 你再考虑要不要跟我结婚 好 你说 我听着于是顾景泽将家里的情况 跟蒋情霜以及她的家人说了一遍 免得到时候 蒋家说自己骗婚 欺骗了他们的闺女 到时候将她砍断手脚 丢进大海也说不定 那不如小顾 你入赘到我们家吧 一旁的蒋夫人 听完了故事 拿着帕子一边心疼地擦着眼泪 一边提议道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我同意 至于你的原生家庭 没事 我帮你处理一旁的蒋旭听完 不知是出于同情 还是出于什么 竟然要帮自己处理原生家庭的事情 顾景泽到现在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好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 正咱们明天再领 要不 中午咱们就留在老宅吃饭 怎么样 好看着蒋情霜的眼神 顾景泽没舍得拒绝 中午 一家子其乐融融地 看得出来 蒋情霜的原生家庭很好 全家人都宠着她 倒也没有将她养成一个骄纵的性子 生日晚宴上 顾景泽原本以为自己在公司的同事 原不怎么好 一心只想着高业绩 要是没有一个人来参加的话 她岂不是丢脸丢大法 可到宴会厅时候 一眼望过去 几乎都是眼熟的熟人 顾助理 生日快乐 这是我们筹集的生日红包 你可千万不要嫌少 蒋情霜刚刚挽着顾景泽进入宴会的时候 就有同事上来送红包 红包就不用了 心意到了就行 顾景泽有些尴尬 没想到这些同事还是很给面子的 我们这是给小嫂子的 以后顾助理 钱可要给老婆保管哦 还有小嫂子这么漂亮 顾助理 你可要好好抓住同事站在一旁 笑着调侃 谢谢你们 以后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蒋情霜接过对方递过来的红包 虽然钱不多 但这也是同事们的一点心意 她记住了 顾助理 小嫂子一看就是人美心善的 你是怎么找到的 顾景泽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其实是我早就暗恋阿泽哥哥了 这次是运气好 被我碰上了 暗恋 有多早 同事们也都明白 为什么两人一直都没有在一起 原因是他们顾助理 一直在追求他们总裁 这事在公司里早已经不是秘密了 只是这次顾助理却突然离职 然后身边就有了女朋友 大家都在讨论 这次是顾助理甩了总裁 这甩得好啊 要不然 哪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五年 哇 有情人终成眷属 小嫂子 恭喜恭喜一番交流下来 蒋情霜被顾景泽这边的同事 斗得很开心 然而这个时候 蒋情霜和顾景泽却感觉有一双视线 早已盯着他们看了许久 两人顺着目光看去 就看见徐亦飞穿着高定的晚礼服 身侧还跟着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李木白 徐亦飞的今日的打扮 顾景泽很熟悉 是十年前 自己亲自给她挑选的晚礼服 当时她就说过 要是自己十年后 再次能穿得下这身晚礼服 她就嫁给她 没想到 十年转瞬即逝 人也早已误使人非 李木白原本就志气未脱 现在学着成功人士 穿西装打领带 把自己搞得有点不伦不类 飞飞 我很高兴你今天能来参加 阿泽的生日演 蒋情霜放开了顾景泽的手腕 缓步朝着徐亦飞走去 人家都说防火防盗防闺蜜 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 我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你竟然抢我男朋友 徐总 我更正一下 我不是你男朋友 而且这么多年来 你从来都没有承认过 我是你男朋友 所以 请你对我女朋友说话的时候 放尊重一点 现在她是我女朋友 我不希望她受到半点伤害 尤其是你 徐总 这么多年 我为了公司兢兢业业 我自始至终都没有亏待过任何人 所以请你以后 不要以我是你男朋友自居 顾景泽连忙解释 生怕讲情双会不高兴 顾景泽 咱们在一起九年 难道还比不上你们在一起半个月吗 徐一飞很显然没有料到顾景泽会那么说 会急着撇清跟她的关系 是啊 你也知道咱们在一起九年了 这九年来 我每年都跟舔狗一样 询问你 愿不愿意嫁给我 可你给我的答案永远是拒绝 这九年来 你告诉我 我是你的什么 是司机 管家 又或者只是合租合伙人 不 我从没有那么想过 是 你从没有想过 要给我一个名份吧 顾景泽一股脑的脱口而出 飞飞 既然你不愿意给这个名份 你看不起阿泽的出生 没关系 这个名份我给 而且我爸妈已经同意了 阿泽也可以入赘在我们家阿泽 他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顾景泽闭了闭眼 缓缓地点头 好 那祝你们幸福 徐一飞说完 穿着晚礼服跑了出去 眼角滑落两行泪来 顾助理 你刚刚的那番话 太含徐总的心了 李木白站在一旁 几乎是咬牙齐齿的 对着顾景泽怒吼道 哟 心疼了 我这不是在给你疼位置吗 你不是一直想要我这个位置吗 现在人已经跑出去了 你还不快出去追 要不然 一会人就没影了顾景泽淡淡地 看了李木白一眼 这个白莲花在自己面前 简直就是拉低自己的智商 自己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 就他那点小伎俩 也就只能骗骗小姑娘 看来这么多年 徐亦菲被自己保护得太好了 连这点小伎俩都看不出来 不知道是真的眼瞎 还是 罢了 这一切以后都跟自己没有关系了 阿泽哥哥 走 咱们去切蛋糕 好 顾景泽看着几层高的蛋糕 蛋糕上面还有他的名字 眼底闪过一丝洞容 以前 他的每次生日蛋糕都是自己做的 名字也都是自己写的 没想到今天却收到了别人 给自己送蛋糕 他认得蛋糕上面的字迹 是蒋秦霜的字迹 阿泽哥哥 这个蛋糕是我亲手做的 所以一会你要赏个脸 吃一口既然是你亲手做的 一会吃不完我打包回去 放在冰箱里慢慢吃 毕竟是小丫头的心意 怎么好浪费呢 好一旁的同事们开始帮忙点蜡烛 嫂子 别担心 顾助理吃不完 我们也能帮忙一起吃的 保证不会浪费你的心意 同事们开始起哄 好好好 那一会多吃点 今天玩得快乐 一会结束后 我请大家去KTV唱歌 哇 嫂子你真是太好了 顾助理跟你在一起 吃顾助理的福气 顾助理 以后嫂子有我们护着 你可别欺负嫂子 不会的 我宠着她都来不及呢 顾敬泽勾唇笑道 好了 快点吹蜡烛 要不然 等会咱们可得吃蜡烛了 问顾敬泽有点紧张 生怕一会灯光散去 尽管有蜡烛在 她也怕自己会失策 灯光暗去 但酒店还是体贴地溜了一盏灯 顾敬泽的目光 落在了蒋情霜的脸上 没想到这个丫头 竟然想了这般周到 快许愿吧 奖情霜将顾敬泽的感激 收在眼中 她觉得自己为她做这一切 都是值得的 顾敬泽双手合十 开始许愿 这一回 她不再许愿 许一飞嫁给自己 而是希望身边的姑娘 能够每天都这么开开心心的 生日快乐歌在宴会厅响起 点燃的蛋糕 在顾敬泽说完生日愿望后 被吹掉 顾助理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顾敬泽 收到了所有人的掌声和祝福 大灯打开 所有人的脸上 都溢满了生日祝福 谢谢大家 今日能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 非常感谢 接下来 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等等 事情等会再说 咱们先切蛋糕 奖情霜笑得很甜 然后将刀递给了顾敬泽 顾敬泽切了蛋糕后 刚准备去拿盘 阿泽哥哥 这个才是给你的奖情霜 不知从哪拿出一个爱心蛋糕来 递到了顾敬泽的面前 好 谢谢看着奖情霜亮晶晶的毛子 顾敬泽接过蛋糕 刚吃一口 就吃出了东西 原来这是小丫头给自己准备了神秘惊喜 那个类似于戒指的东西 在口中缠绕着 快 快吐出来奖情霜眼眸亮晶晶的 知道顾敬泽第一口就吃到了自己惊醒 给他准备的惊喜 也是礼物 顾敬泽将戒指吐在了奖情霜的手中 奖情霜连忙拿过餐巾纸 将戒指擦拭干净 阿泽哥哥 你愿意娶我吗 顾敬泽很显然没有想到 奖情霜还给自己安排了这么一出求婚现场 这原本该是他来求婚 却变成奖情霜主动 娶他 娶他身后的同事和朋友们疯狂的尖叫 顾敬泽有些不好意思 一旁的同事看不下去了 抬起顾敬泽的手臂 答应他 答应他 奖情霜见顾敬泽没有戳回手 他勾唇一笑 然后将戒指戴在了顾敬泽的手指上 大小正好 应该是为顾敬泽量身定做的一般 双双 谢谢你 顾敬泽没有想到奖情霜竟然会为了自己做到这一步 他真的没有想到 身边的这个姑娘原来什么都想到了 只是他还有点后知后觉罢了 这个是我给你求来的护身符 你戴在身上 可以保你平安奖情霜从一旁的包包里拿出了护身符来 戴在了顾敬泽的脖梗上 顾敬泽谋孔微缩 这个护身符他认识 之前 他也去给徐一飞求了一个护身符保他平安 只是后来被徐一飞给弄丢了 他知道这个护身符不是一般人能求来的 必须得诚心跪拜999台阶 一步一拜才能求来 没想到自己精心求来的徐一飞不珍惜 反而自己却成了蒋情霜最珍惜的人 他此时几乎无法言语自己现在的感受 他感觉到自己受到了重视 再也不是那个卑微的跟在徐一飞身边 摇尾起怜的男人 亲一个亲一个身后的人又在起哄 想看吗 蒋情霜勾唇一笑 然后询问顾敬泽身后的人想不想看 想 阿泽哥哥 麻烦你配合一下 满足一下你的那些同事们的愿望 蒋情霜说完 连起脚尖 一个一碰就离得稳 刚刚在他的嘴唇上落下 顾助理 对不起了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人狠狠地将脑袋往下压 然后就跟蒋情霜吻在了一起 蒋情霜伸手抱住了他的腰肢 身后的人又压着顾敬泽的脑袋 顾敬泽挣脱不开 好在他还挺享受的 就是被人压着不太舒服 当顾敬泽快要缺氧的时候 蒋情霜才放开了他 顾敬泽立马往身后看去 奈何 他刚刚压根不知道到底是谁压的自己的头 同事们也都笑着打哈哈 蒋情霜则是感激地看着他身后的人 阿泽哥哥 亲了吻 你就是我男朋友了 从今天起 我宣布 顾敬泽是我蒋情霜的男朋友 我一定会对他好的 不离不弃的那种好现场一片欢呼声 接下来就是大家各种欢闹 顾敬泽和蒋情霜在宴会上被灌了很多酒 最后是被人送去了楼上的酒店 因两人都喝了酒 酒精作祟 两人迷迷糊糊地就将事情给办了 第二天 醒来的时候 两个人都猛圈了 衣服散落在了一地 鞋子也是东一只 西一只 看得出来 昨晚的战况有多么激烈 顾敬泽唯一的记忆就是从门口进来 蒋情霜就压着自己吻 然后两人一路吻到了床上 之后的记忆 好像断片了 阿泽哥哥 放心 我会对你负责的蒋情霜起身 精神不错 可惜的是 昨晚只是醉酒 拥吻了 最后应该什么都没有做 但看在顾敬泽内疚的份上 他决定先不告诉对方 然后还说出要对对方负责 我不要你对我负责 我一个大男人 怎么要你一个女人对我负责 那你的意思是 我会对你负责的 真的 蒋情霜一下子将做起 将顾敬泽再次压倒 顾敬泽没有料到 平日里的高冷女神 竟然会是这副调皮可爱 甚至还有点蛮力的女孩 嗯 真的 好 那咱们今天就去领证 蒋情霜有些猴急 看了看时间 生怕晚了 民政局就关门了 今天 对 户口本我早就准备好了 双双 你真的想好了吗 顾敬泽会自己会耽误这个善良单纯的小丫头 不确定再次询问了一句 你刚刚不是说要对我负责的吗 怎么一会 你就反悔了 不 我没有 那走 现在就去 好两人正在前往民政局的路上 蒋情霜的手机响起 一看是徐一飞的 正准备挂掉 但最后想想终究是自己抢了人家男朋友 再怎么样 他也有点说不过去不接对方电话 哪怕对方骂他一顿 他的心底也能好受一些 况且 顾敬泽已经答应自己去领证了 他不想再生事端 双双 我有点胃不舒服 你能送我去医院吗 电话接通 徐一飞虚弱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 好沉默了几秒钟后 蒋情霜答应了 去海城别墅 蒋情霜对着司机吩咐了一句 怎么了 看着蒋情霜凝重的表情 顾敬泽的心也跟着紧张起来 海城别墅 是他之前住的地方 难道是徐一飞出事了 徐一飞说他身体不舒服 希望我可以送他去医院 好顾敬泽缓缓点点头 然后伸手将蒋情霜额前的头发 搁在了脑后 来到海城别墅 顾敬泽输入指纹 果然徐一飞并没有将自己的指纹删除 徐一飞已经晕倒在了沙发上了 而此时沙发上全是散落的照片 大部分照片都是顾敬泽的 顾敬泽的谋色暗了暗 时来的深情比草见 先救人蒋情霜提醒了一句 顾敬泽才回过神来 抱起徐一飞就往医院赶去 很快 徐一飞就被送进了ICU病房 此时两人也没了去领证的心思 等医生出来的时候 询问谁是徐一飞的家人 结果两人都摇头 病人幸亏送来的早 再晚一点他就没命了 好了 以后不能再刺激病人了 医生交代了几句就离开了 两人默默地看了一眼 以前都是顾敬泽照顾徐一飞 但现在顾敬泽是蒋情霜的男朋友 这层关系 所以两人给徐一飞请了护工 徐一飞的家人也不在国内 一时间赶不回来 蒋情霜每天都会去看徐一飞 徐一飞的精神很差 几乎像某种东西在渐渐流失一般 蒋情霜很着急 该不会是自己抢了他男朋友 所以他为米不振 一决不起了吧 谢谢你帮我照顾顾敬泽 以后 我希望你们能幸福你真的这么想 你能帮我联系顾敬泽吗 顾敬泽现在是我男朋友 实话告诉你 我从五年前 他在酒会上替我解围那一次 我就无可自拔地喜欢上了他 原本我是想要祝福你们白头到老 永结同心的 可是你上次在宴会上 堂而皇之地带着李木白出现 甚至在阿泽哥哥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接二连三地挂断了他的电话 你知道吗 那一晚 公司停电 阿泽哥哥有幽闭恐惧症 那一晚我脱了高跟鞋 一口气爬到二十层楼 才找到阿泽哥哥 那一刻 我决定不再放弃 哪怕是伤痕累累 我也要争取一下 我知道 你以前无法正视自己的感情 你觉得阿泽哥哥是你身边 挥之子来挥之子去的最忠实的男人 可一旦这个男人脱离了你的掌控 你就会觉得对方无法掌控 所以你想要要回去 你对阿泽哥哥有几分真心 我可不像你 我可以将我的心挖出来 捧在手心里给他 所以他是我的全部 我是不会让给你的 我把阿泽交给你 另外 我不想跟你抢 我觉得你们俩很单配 我现在这副身子有些弱 我想将我公司的股份转给阿泽 毕竟公司可以没有我 但是不能没有阿泽 我不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 就要回在我的手里 所以 我求你 让阿泽来好不好 好 我跟他说一声 蒋情双原本以为 徐亦飞对顾静泽依旧不死心 但一想到公司 是两人一起努力的成果 不能就这么复制东流了 而且阿泽哥哥也确实有那个能力 而此时的顾静泽 原本在家里做好了饭 一整个上午都有些心神不宁 他决定中午去给徐亦飞送饭 毕竟九年的感情 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况且做不成夫妻 也可以做朋友 蒋情双电话打来 说徐亦飞想见自己 想将股份转让给自己的时候 他的手微微抖了一下 手机差点从手里面滑落 等他赶到医院的时候 蒋情双和徐亦飞在病房里 有说有笑的在聊天 他大概听出来了 徐亦飞在说他年轻时候的事情 他没有想到两个女人在一起 应该可以说是情敌关系 现在关系竟然可以这么好 阿泽哥哥 你来了 给我带饭了吗 我正巧饿了蒋情双 看着顾静泽手里的保温盒 也不客气地借过保温盒 就进了厨房 你找我顾静泽 看着徐亦飞日渐消瘦的脸 不是只是未病吗 怎么会这样 嗯 我想把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你 公司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在 那你呢 你也看到了 我的身体不太好 短时间内 恐怕再也不能接手公司了 以后你就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我希望你能将公司发扬光大 好 等你好了 我就把公司还给你 顾静泽犹豫了一下 确实 自己要回公司掌管公司业务 必须要有股份 要不然 很多事情 他都不能抉择 好 谢谢你 阿泽徐亦飞终于明白 未病的痛苦了 当初 他是怎么眼睁睁地看着阿泽胃病发作 甚至还进了ICU 但他却对他漠不关心 现在报应来了 阿泽离开了自己 跟喜欢了他很多年的女孩子 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自己也得了胃癌 这也许就是老天爷对自己的惩罚 来 飞飞 尝尝我们家阿泽做的饭菜 蒋青霜在厨房分好了饭菜 担着饭菜出来 好徐亦飞的眼泪哗啦啦地流着 边哭边吃 之前阿泽给自己做饭 他看不上 总是闲着闲那的 如今却想吃都吃不到了 你们先聊 我去公司看看 顾静泽拿着股份转让协议离开 毕竟自己也有快一个月没有去公司了 最近公司股票下跌的厉害 之前 他可以不管 毕竟自己不是徐氏的总裁 但现在他就不能不管了 去了公司 就开始整顿市场 一整个下午 几乎都在会议室度过 好在下班的时候 蒋青霜出现在了他的办公室里 还给他带了一点点心 果然 只有爱自己的人 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其实 他想要的很简单 陪着喜欢的人 一起上下班 一起吃饭 一起工作 一起睡觉 简简单单的过一辈子就好 阿泽哥哥 我给你捏捏肩膀 讲情双来到顾静泽的身后 给顾静泽捏了捏 好 阿泽哥哥 你要是太累的话 要不 咱们找个专业人士来打理公司 毕竟咱们还要处理结婚的事情 我可不想结婚再生变故了 放心吧 公司的事情很快就能步入正轨的 等过两天咱们就去领证 好一个月后 公司已经步入正轨 那些跌落的股票再次回升 之前合作的合作商再次找回 并且再次合作 当顾静泽拿到结婚证的那一刻 看着上面自家老婆的年龄时 不由得疑了 你才25岁 是啊 老公讲情双嘴角勾着笑 满意地将顾静泽惊讶的神情收入眼中 他终于将阿泽哥哥骗到手了 不容易啊 这两个月 他几乎都在日房夜房 终于修成正果 你比我小五岁 你怎么就 怎么就喜欢你了 其实 阿泽哥哥 之前我说的喜欢你五年是真的 五年前 你在一场酒会上替我解围 我当时是个刚出 茅庐的小丫头 要不是你替我挡酒 并且告诉我 并不是什么人递过来的酒都要喝 那个时候 我就对你一见钟情 可惜你的眼里只有徐一飞 后来我就接近徐一飞 其实我的目的就是接近你 我希望每次在酒会上都能看到你 我甚至调查了你的过去 为的就是让自己离你近一点 再近一点阿泽哥哥 你不会怪我吧 我怪你做什么 傻丫头 这是你年龄这么小 你就不嫌弃我老吗 你不老 我老公这是有成熟男人魅力 呵呵蒋家人听说 顾静泽和蒋晴霜领证后 决定给两人快点把婚礼也举办了 免得夜长梦多 顾静泽觉得他们有点小题大做了 自己已经领证了 又不会跑 再说已经三十岁了 除了蒋晴霜 这个傻乎乎的女孩 还会有谁因为一杯酒 而暗恋自己五年 一个星期后 顾静泽被蒋晴霜拉着去是婚纱 顾静泽最近处理公司的事情很忙 几乎是连轴转的 相反蒋晴霜这个作为蒋氏集团的千金 却整日里空闲得要命 后来才知道 蒋晴霜将公司丢给了蒋旭去管理 用蒋晴霜的话说 等自己追到了最爱 再回去打理公司 好在蒋旭也不是吃素的 毕竟从小两人都被当作继承人培养长大的 不像他 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生 能爬到这个位置 也算是前世修来的福气 一整套婚纱照下来 顾静泽已经累得在沙发上睡着了 蒋晴霜也不吵醒他 反而让大家都安静 他跟着摄影师默默地选择照片 全程顾静泽都没有参与 接下来就是举办婚礼 顾静泽没有亲戚朋友 而且老家的亲戚他也不想喊 尤其是自己有个酗酒的父亲 他怕对方不但不是来参加婚礼 而且会狮子大开口 跟他要钱 蒋晴霜将请帖交给徐一飞的时候 徐一飞又瘦了很多 你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在医院养了这么久 都不见好 我已经好不了了 我终于明白 胃病痛起来是多么难受了 我这一切都是我造的孽 我当初不该对阿泽冷漠 所以老天爷这是在惩罚我 你说什么 你该不会得了胃癌吧 是的 已经是胃癌晚期 我希望你不要告诉阿泽 我不想让他知道 好 那我们的婚礼你会来参加吗 会 我一定回去的 我想去看看阿泽穿新郎服的样子 还想看看你穿婚纱的样子 一定很好看 这个简单啊 我现在就给你看蒋晴霜拿出手机 将两人的婚纱照翻了出来 你看 阿泽哥哥是不是特别帅 嗯 很帅 徐一飞的嘴角勾起一抹苦涩的笑 要是当初自己没有那么对阿泽 也许现在和阿泽站在一起的人就是他 可惜 没有当初 也没有后悔要 他和顾静泽也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终于半个月后的婚礼正常剧情 今天的天气很好 也是一个好日子 一大早蒋晴霜就被叫起来赶回去 没错 他昨晚是住在顾静泽这里的 昨晚为了庆祝自己终于脱离单身 晚上和朋友们庆祝 喝了很多酒 然后迷迷糊糊的就要嚷嚷着 让顾静泽来接自己回家 顾静泽刚从公司出来 就接到蒋晴霜的电话 让他过去接他 顾静泽觉得明天就是婚礼了 在婚礼前据说两人是不能住在一起的 给大舅子蒋旭打了一个电话 可蒋旭一听小妹喝醉了 嚷嚷着要见顾静泽 最后接了人 还是将人送去了顾静泽那里 一个劲的说小妹折腾 要来找老公 最后将人丢在他那里 就自顾自地跑了 顾静泽只好揉了揉眉心 伺候蒋晴霜睡觉 这丫头睡觉倒也老实 就是没什么安全感 非得抱着自己的腰才肯睡 顾静泽也没有说什么 他爱抱着就抱着吧 终归是自己的女人 自己是得宠着 蒋晴霜坐在车里 一边由婚庆公司 给自己选择合适的新娘服 一边打瞌睡 婚礼为啥得这么早啊 他还没有抱够老公的公狗腰呢 顾静泽则是留在别墅 团队上门 给他搭配新郎服 化妆等等 等到婚礼开始的时候 两人都精神抖擞 随着婚礼进行曲的音乐 蒋父将闺女的手 递到了顾静泽的手中 热泪盈眶地抱了抱两人后 随即退下 自家的白菜 被这个臭小子给拱了 好在臭小子答应入坠他们家 要不然 他非得将他打包送去海外不可 还有这臭小子的能力也不错 是小年轻中能力比较出众吗 这让他走出去 布尔有面子 牧师宣布婚礼开始 询问新郎愿不愿意 去新娘愿不愿意 一生对新娘不离不弃 顾静泽笑着一把揉住新娘 我愿意 蒋青霜也一把抱住顾静泽的腰肢 不等牧师询问 我也愿意 接下来请新郎新娘互换戒指 顾静泽单膝跪下 将早已准备好的钻戒 戴在了蒋青霜的手指上 一旁的大臭子看完后惊呆了 原本他也替顾静泽准备了婚戒 就怕顾静泽没实力 却没有想到 这个家伙 实力可是杠杆低 这可是前一阵在拍卖会上 被一个神秘大佬 以两亿的价格拍下 没想到这个神秘大佬 竟然是妹夫 妹夫威武 以后他不能再看不起妹夫了 婚礼进行得差不多时 新郎新娘敬酒的时候 一个穿着灰色衣衫的男人 突然闯了进来 顾静泽 老子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非但不给我钱 还要赶尽杀绝 今日我要杀了你 让你跟你那的贱人妈 一起下地狱男人说完 拿着匕首就朝着顾静泽刺去 蒋秦霜下意识地护住顾静泽 不要顾静泽护着蒋秦霜 将自己的后背面对父亲的匕首 然而下一秒 匕首刺入身体的声音传来 然而他转身的时候 一抹血迹落在了他的脸上 他定睛看去 是徐一飞挡在了自己的面前 阿泽 之前我欠你的 我将这条命赔给你 我想 若是有来生 我再也不会过错你了 徐一飞躺在顾静泽的怀里 声音颤抖 不 不要顾静泽痛苦地闭上眼 失声尖叫 阿泽 快送飞飞去医院现场 因顾腐的出现乱糟糟 顾静泽送徐一飞去了医院 而顾腐也被保安门按住了 顾腐还在骂骂咧咧 被蒋家人送进了警局 没想到这个漏网之余 今天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根据调查 顾静泽的母亲是被顾腐绑架来的 最后惨遭凌虐之死 死之前 刚刚生下顾静泽 当然 顾腐并不是顾静泽的生父 顾静泽的生父另有其人 一个月后 顾静泽带着蒋情霜 站在了一片公墓前 妈 这是你儿媳妇 我今天带着儿媳妇来看你了 妈 你好 我叫双双 是你的儿媳妇顾静泽将蒋情霜拥入怀中 顾腐因绑架罪 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徐一飞为了救顾静泽 被顾腐的匕首插进了腹部 又因为癌 她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 李木白在徐一飞生病的期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拿着徐一飞送的礼物 将礼物变卖后 就开始享受生活 可前总有花光的一天 某天 顾静泽看到酒吧门口 几个混混在欺负一个人 那人背影他很眼熟 他没管这件事 而是转身走进了酒吧 任由李木白的声音在那求饶 全文完